家長們現在最煩惱的問題 要不要讓孩子們打疫苗 5到11歲下個禮拜一 5月2號起就可以開始接種莫德納疫苗 其實5月中後 兒童版的BNT也會抵台 通常一到兩中的封肩期後 就能開始接種 家長們最擔心 一 孩子們該不該打疫苗 二 要讓他們打什麼品牌 都擔心小朋友會不會副作用比較嚴重 之前莫德納 反而有些年輕族群打了以後 副作用反而比較多 因為像我親戚年輕人二十幾歲的 他們打莫德納就有副作用 而且還一直要持續去電療 爸媽自己經歷的副作用 就怕出現在孩子身上 但其實不見得 先看看台灣今年來統計 六萬三千多例本土個案中 零到九歲占7192位 全齡層占比是11.4% 中重症一位死亡一位 而國外平均一千名孩童染疫 一位會需要住院 打了之後不能預防感染 但能降低一半住院率 變兩千名孩童確診 一名住院 比例其實不高 這也是為何有一派專家認為 孩子可以不打疫苗 不過這族群要注意 如果這個孩子本身是就有一些慢性病存在 萬一他們得到了 那他變成重症的機會就比較高 有慢性疾病孩子或抵抗力比較差的 一定要打 邱南昌認為 阿瑪克朗太會傳播 沒打的就得有讓孩子確診的心理準備 所以他認為力還是稍大於弊 那效果來講的話 你各分兩方面 第一個你是單純 看他的抗體反應的話 莫德納是比BNT高一點點 副作用多一點 但是都是可接受 怕小朋友副作用強 血BNT能小一些 想讓孩子抗體多一點 莫德納大一些 當然副作用也比較強一點 很多人怕BNT的心肌炎 根據統計 5到11歲族群接種後 心肌炎比例 遠低於12到18歲族群 爸媽還是很怕的話 醫生說 那就折中打一劑吧 有保護力 又不用擔心第二劑 卡車撵的感覺 找上孩子